而昨天所爆出来的这个陈志忠黄瑞靖他们夫妇呢 愿意跟检方来所谓协商当中两个的条件 一个就是讲七亿四千万这个海角七亿会回台湾 另外一个就是五亿七千万元到底流上到哪里 现在有一说呢说可能是流上美国纸上公司 或者是流上美国的大华超市呢 事实上这个五亿七千万是当初吴淑珍请人到国泰释华金库 搬出来不是有七亿四千万吗 当中的这一部分 而七亿四千万当中呢 我们依照钞票上面的封条有两亿确认 这是元大的这个董事呢 杜立平都已经讲了这是贿赂贬家的款项 另外三亿元呢 是不是某金控企业的汇款 剩下的两亿四千万元疑似企业汇款呢 而且这当中呢 盖上了这个企业的这个封条上面呢 有两个戳记 两个印子 一个是元大 另外一个是哪一家 公出海外密账五点七亿 成为陈志忠夫妇和检方交换协商的关键条件 五点七亿怎么来 其实就是洪山区导贬期间 吴淑貞请人到国泰市华机库 颁出的七点四亿巨款当中的一部分 特征组查出七点四亿元当中 绑家成员坦诚 将一点七二亿元 藏放在国内的人头账户当中 这批款项在十二月五号 已经被特征组查扣 另外的五点七亿 在吴淑貞指示下 汇到美国的执商公司账户 执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是陈志忠黄瑞靖 但是否和外传 贬家投资大华超市有关 还有待特征组记忆不理清 另外由陈志忠无急冒的公词 检方发现当中两亿元的巨款 的确有元大马家旗下 相关银行的封条 确认这部分有可能是 元大必购付华金的贿赂款项 另外三亿元是某家知名银行的封条 疑似是金扣汇款 剩下的2.4亿元 疑似是某企业的贿赂款项 7.4亿元特征组怀疑 通通都是不法所得 这名贬家利用二次金赶期间 借机向企业勒索 陈志忠夫妇愿意 供出这些钱的去向 不过特征组还是要厘清 到底有哪些金控企业 既供大笔现金进关底 约谈动作即将再度展开 所以谢谢小周光 过要期待报道